故宫博物院迎接九十周年首展推出 台湾当代重量级画家陈承波的 一百二十岁诞辰纪念画展 巡回画展从北京、上海、东京 最后一站回到台北 在故宫展出将近八十幅画作 出身嘉义的陈承波是台湾当时最重要的画家 展览中最关键的一幅作品是一九四七年 二二八事件之前 陈承波在画室中的最后一幅画作 叫做玉山积雪 陈承波的孙子说 阿公的画作是台湾勇士流传的珍贵宝藏 这幅远山上厚厚的积雪 就是画家陈承波在二二八事件前 画续中完成的最后一幅作品 玉山积雪 他是陈承波的孙子陈立白 陈承波是台湾第一位 以西画入选日本画展的画家 他说阿公虽然在二二八事件牺牲生命 希望他留下来的珍贵画作 能在台湾永远流传 其实说我们继承了前代的东西 前面的东西把它当成一个 有形的资产还是无形的文化资产 都可以 可是当这些留给下一代的时候 不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应该去引导他 他们想说什么 那我们去庆变他们 陈承波纪念巡回展最终站来到故宫 这同时也是故宫九十周年 愿庆的第一个大展 除了代表性的玉山积雪之外 还有很多罕见的水墨画作以及书信遗物 像是陈承波在三零年代画下当时的嘉义街景 嘉义公园为历史留下记录 而电影《卡弄》就是参考陈承波的画作 陈承波曾到上海接受现代美术的宣讨 他将东方的题材湖中泛舟融入油画作品 1929年在上海完成这幅清流 我的家庭创作时期 记录了陈承波全家聚在上海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长子陈重光回忆起这段时光史想起 在父亲到上海第二年的1930年 我们举家跟着到上海与父亲团聚两年 他非常重视家庭时光 常为家人留下画像 像是这幅祖母像以及难得的全家福 陈承波藏风特展将在故宫展出至三月份 透过画作回顾台湾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